大家好,我是赵医生 我们知道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性性疾病 目前发病率日益在增长 在现在临床中,糖尿病分为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多在35到40岁之后发病 占糖尿病患者90%以上 患者特征为高血糖,相对缺乏胰岛素,胰岛素抵抗等等 常见有外相多瘾、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等症状 还有的患者没有什么明显症状 只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发现了血糖偏高 高血糖带来的长期病化症 包括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失望和病变 糖尿病病足、糖尿病肾病、肾脏衰也等等 很多人一旦检查出糖尿病后 就会及时的用药,把血糖降到正常范围 但也有一部分人群,降糖效果不理想 血糖一直降不下来 还有的不注意这方面的调控 血糖忽高忽低,很不平稳 很多人都想知道 糖尿病究竟如何治疗效果最好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 那西药在降糖的素质方面比中药来的快 但中药在改善糖尿病症状 防治病发症方面 较西医有明显的优势 那么通过临床对照发现 中西医结合治疗比纯西医治疗 所患病发症少之又少 昨天有个复诊患者就是这种情况 那糖尿病从发现到现在三年多了 空污血糖一直在8.5左右 用了各种降糖药 始终不能降到正常范围 而且还有口干口渴 乏力 眼睛模糊 腰细酸染这些问题 8月份的时候开始用中药治疗 在这期间也在服用西药 中药用到半个月的时候 口干口渴 乏力明显好转 眼睛模糊 腰细酸染也减轻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 口干口渴基本消除 那其他情况也明显好转 用到三个月的时候 各症状基本都消除了 空污血糖测量 V6.8 这期间患者也总监测自己的血糖 数值刚开始的时候降的挺慢 后来降的相对较快 虽然也一直在服用西药 但是患者血糖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这么平稳过 患者本人也非常高兴 现在在用代叉饮配合西药治疗 血糖一直很平稳 这是众格病案中一例 那么现在临床通过实验研究 也发现了很多中药都有降糖的作用 但是中药讲的是变症论治 根据患者的整体情况 变得于症 用对于药 这样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所以说中医药在治疗糖尿病上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 也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里面 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